一個令你明白更多 本地華裔社區之內 不同組織及機構節目 社區聊天室 主持人Lenna 各位聽眾Lenna又回來了 今天Lenna想介紹一個 非常有意義的 當然我介紹的多數是有意義的機構 這是福慧教育基金會 我們今天請來的嘉賓 就是他們的理事Emily Wong 黃衛芳女士 Emily 歡迎你 希望你可以給我們一些 關於福慧的資料 好的 我盡我所能 福慧很多人有聽過 也有些人未認識到福慧基金 是否叫福慧基金最初開始的時候 一開始我們是加拿大福慧基金會 後來主要集中在教育 和香港也是一個辦公室 所以為了能夠比較全面地狼括 我們就直接叫做福慧教育基金會 我們是一個加拿大註冊的慈善機構 是的 你們實在是多少年 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2004年開始 到現在 剛剛十年 其實有什麼令你們想到 要組織一個這樣的會 你們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是一班多倫多 華僑開始的 雖然離開祖國很遠 但他心都很希望 能夠為中國的教育進一分力 因為教育始終是國家發展的基石 有一年是關保衛會長 他回香港的時候 就跟了一班做中國教育 特別是貧童教育的人士回去 就覺得這個做法很有意義 回來他就跟這邊的朋友聊 大家都覺得很有意思 不如我們也開展一個在中國教育的項目 就是這樣開始了 就是這樣開始 是一班熱心的義工開始 是的 其實你們選擇了哪一個地方去做呢 最初我們就是選擇一些大專和高中生的 特別是師範大學 就覺得師範教師是很划算的 培養了一個教師 然後可以教很多學生 所以一開始就是高中和大學生的獎作學金 現在我們仍然有做的 但是你們最初著手想做的時候 那你想著當然是中國這麼大 你想著去哪裏做 怎樣著手呢 去哪一個地方會 令到你們想到要去這個地方去幫 因為你這麼多個不同的族裔 不同的人不同的城市 我想周圍都應該是有些 我知道你們是多數去山區的 是比較荒蕪的地方 那你們實在一選擇是選擇了什麼地方 如果講獎作學金 就很多不同的省份大學都有 到2005年也是恩怨祭會 我們就在西昌那裏 有我們付出獎作學金的一些司法學院 西昌 在四川 在四川 即是在成都才要入獄 沒錯 其實那是什麼族呢 中國有五十多個族裔 他們是屬於什麼族呢 是宜族 剛好我們有一個天津日報記者 就跟我們說 梁山是一個很貧苦的地方 以及很封閉的 裡面的兒族是沒有辦法讀書的 我們是沒有聽過的 他帶我們進去之後 有幾個理事進去之後 就覺得真的 男子 男兒鐵漢都要流眼淚 是一個我們完全不熟悉 不知道的地方 但也因為沒有人知道 所以他們的教育機會是最薄弱的 即是等於力 沒有什麼教育機會 即是他們只是懂得什麼呢 譬如小孩子 當時如果他們沒有教育 進去裡面的時候 他們是怎樣生存 他們是講義語 不懂漢語 而且那裏是一個很大的山區 山很高 谷很深 變成他們上學 如果你就這樣要去上學 他們真的要走幾個小時上學 所以也沒有辦法上學 家境窮困 主要就是污農耕田 種薯仔 種粟米 如果你們想教育他們的時候 你們是怎樣去著手進行這件事 譬如說那裏的人 我聽說是很多孤兒 那裏的地理 緬甸泰國的金三角 他們運毒入中國的時候 經過梁山 所以很多人 接觸毒品 年輕的父母會接觸毒品 帶毒 結果最後自己成為愛知病的受害者 他們的死和病 亦都引生起 他們的子女是沒有人照顧的 所以我們很多很多周圍流浪的 衣服藍流的孤兒 就是給年老的爺爺 奶奶帶 年老的爺爺 那些人沒有感染到愛知病 但他們的父母就感染到愛知病 相繼就去世 是很嚴重的 那你們如何著手去尋找這些人呢 其實你們初初進去 進去的時候 你如何著手去說 我要幫這些孤兒 那你就這樣去 譬如說你去到那些家裡 我想教你的孫子 我想教你 即他們會不明白 是嗎 是的 我們就是通過當地的教育局 因為有幾個很窮的縣 即叫做國家級的重點的貧困縣 譬如布托 金羊 超國這些 他們是有教育局的 那我們就找他們的教育局 提出說我們希望主動去幫一些小孩 特別是在大山裏出不了山 沒有機會讀書的 我們願意用錢去補助他們 我們會時時來探望他們 那這個互相溝通了解的過程也很長 那慢慢我們的真誠是感動到他們 即知道原來加拿大真的有一班這樣的傻佬 即是他們很真誠來想所學 信得你過才過 不知道真是假的 即是變成有一定的困難 是的 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我們都很幸運 他們都很信任我們 慢慢我們拿真心跟他們解釋 是的 但你們構思了回到加拿大 那你們怎樣組織這個會 即這個基金會 這個會成立之後 就會有一班義工 那道路都是摸索出來的 即是最初由小開始 第一年在梁山我們贊助165個孤兒 是的 但你在這裡想找義工的 你不可以說三幾個人就搞定 最初的時候有多少人 如果參加你們這個組織 最初我想是幾個開始構思 十幾個理事 慢慢開展 因為我們最初提出零行政費用 就是說我們沒有人受薪 很多路費自己給 很多各方面的行政支出 辦公室等 經費合流全部都是自己拿出 經費一分一毫 直接用在學生身上 還有我們提倡就是我們不起學校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什麼什麼紀念小學 然後放在這裡沒有用 我們就說不要了 將錢全部用在軟件 即直接要資助學生本身的讀書支出 那你們最初成立有多少歷史 最初都是十個八個 十幾個 每個人都很熱心 我自己出錢 無上付出 又要經常飛回中國 中國方面溝通 你們可以配合 如果你想做一個學生 一個學校 那是否有現成的學校 我們就用它現成的學校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有學校在 但不夠學生 但為什麼學生不去上學 學生在山區裏面 一來那裏是貧困到 世世代代無農 他不覺得讀書重要 他反而覺得你幫我奸好這塊田重要 但每人只有一某半某田 另外路途很遠 他可能真的要走三個小時才能上學 我們就跟教育局講了 利用學校多出來的課室 將他們改成宿舍 將學生給錢送他們去宿舍 他們的書保費 他們的保險 他們的醫藥 還有放學之後 老師回家 我們要請一些生活管理員 去看他們的生活 也應該落著 為什麼呢 他們養少一個人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他們的家人 不是的 不是的 不是一定喜歡他們去做這些 因為他們是勞動力 少一個人去耕田 那也是 特別是老的爺爺 他們很多時候病 需要一些孫子去照顧 還有他們衛生條件都很差 很差 很差 牙膏 洗臉都不懂 不懂的 看到牙膏不知道是什麼 是嗎 現在當然知道 但最初的時候 他們是未見過 你們進去的時候 就開始教他們 教他們這些事情 沒錯 經費全部都要自己自負 我們每個義工 全部所有經費是自負的 嗯 真的都很難得 當時你去到 你還要 加上在山區 你們自己又住不慣 又吃不慣 是的 你每一次去多久呢 我們現在 這麼多年來 一年有兩次 就是一些助學者上去的 每次去三幾天 就會所有學校 都會有機會去一次 去到和他們擁抱 和他們唱歌 告訴他們 我們很關心他們 令到他們 因為這班多數是孤兒 所以有人擁抱他們 他們已經很感動 很開心 他說從來沒有人跟他說過 我愛你 嗯 他們一聽到有人說 有人愛他們 他們只會哭了 是嗎 嗯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我們繼續 好啊 稍後回來 一個令你明白更多 本地華裔社區之內 不同組織及機構節目 社區聊天室 主持人Lanna 各位聽眾 我們又回來了 在我面前的 是有福慧教育基金會的理事Emily 和我談談關於福慧的事 剛才聽說了 就很多怎樣開始了 那你們去到的時候 是不是有人介紹你們去 某個單位 即是中國的單位 去和那些人說的 是嗎 最早就是 和我們偶遇的天津日報記者 張俊蘭女士 因為她一個人去梁山 去了十幾年 是 所以她就熟了梁山的一些教育單位 她跟我們介紹去教育局 那個就是報拖教育局 後來我們見到附近很多 很多其他縣 其實都很多類似的貧困兒童 所以我們也開展了在 這個金揚、超國、美菇等等 附近的貧困的縣 多數都是農村 宿舍給學校你們 你們只是給軟件 我給你錢 你就要請學生 請一些先生進來 他們的先生負責要教 這班小朋友 我們就要求給一些 好的先生 優質的先生去 那同時 多不多先生肯去呢 實在 不多 因為這樣窮的地方 如果你是師範畢業 很多時候寧願出去大城市 當然 不想回去這麼窮困的地方 所以私資是一個問題 你要教那些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根本什麼都不懂 好像說 隨街大小便 好像擦牙都不懂 他們有水 水源充足 但他們總是不懂 因為用牙刷、牙膏、洗臉 是的 文明程度就要再跟上 我想除了教育他們之外 他們家人 都要有多少這樣的常識 對不對 最初家人不太明白 後來因為福慧 慢慢做出來 他們看到很多流浪的孩子 孤兒 入了福慧班之後 進步很快 他們準不準在家 實在都準的 可以 所以他們通常是寄宿 然後暑假、寒假回去 噢 可能他們回到家就不太習慣了 都不是的 我們都會有教他們 你要知道自己的出身是怎樣 然後他們有一個 將來的使命 或者希望栽培受了教育之後 將來我們會強調 他們要改善自己的生活 改善自己的社區 我們經常都說 福慧好像一個燭光 一枝羊竹 我點燃他的羊竹 他又點燃他自己家鄉其他人的羊竹 很強調愛心的傳遞 是的 其實第一班收多少人 我們第一年收了165人 也有百多個 有這麼大的學校可以再這麼多人 在不同的學校裏面 噢噢 有不同的學校 因為我們通過教育 有沒有年齡分別呢 他們的年齡我們都是靠估計的 因為宜族的年齡 他們的一年有多少天跟我們不同 他們都不知道 他們有他們的宜歷 我們365天 他不是的 噢 那你要計算他們的高度 是的 我們只能量高度 問問他們的家人 跟他們聊天 看他們認識多少 他們家人大概會猜是幾時 噢噢 因為年齡對於他們來說 也不是一個很嚴謹的概念 都165人 那165人你們需要多少錢 來教育這165人呢 其實我們現在就不止165人了 現在我們 但是最初的時候 你們最初的時候 你們需要多少錢 來進去中國 來成立一個這樣的會 我們每個學生 大概是兩三百元家子左右 那個資助 一年 但是現在我們孤兒有二千個 是的 你越做就越多 是的 我們女子班 現在也有二千個女子 是 掌助學金 其實我們給了一百千多份 都很多 是的 有些初中畢業之後 我們繼續供他讀職業中學 現在說了十年 譬如說當時你讀多少歲 五歲 最早我當他六歲 現在十幾歲是青年了 現在他們初中畢業 我們送他去職業訓練學校 讓他們有一技之長 希望他們自己可以找到 是的 因為他們會有些讀汽車修理 有些是讀護理 有些是讀酒店 其實這些一技之長 有時會被大學畢業出來 人浮於事 更實際 是 那你們怎樣界定受惠者呢 是你們篩選的 還是政府篩選呢 一齊 是一齊的 我們不可以越過政府 你們的界定是怎樣 你們的 怎樣才有資格讀到呢 就是這樣 政府呢 因為他們自己 他們也有個人口調查 他們知道窮的小孩在哪裏 而我們每年暑假 就會有一班年輕學生 和福慧自己的理事 就會去收生 就去每一個 正然去那個小孩的家 孤兒的家 家房 家房 看看他家的狀況是怎樣 我們有一些識儀語的學生 做我們的翻譯 我們盡量做到真的家貧 才自收 你要在那邊當地找義工 是呀 我們有些西昌學院的大學生 當地的老師 年輕的老師 都有一班很熱心的人 在裡面和你們配合 是呀 那著手 看看他們的計劃是怎樣 是他們決定的 他們的教育 他們的課程 課程呢 就要用回中國本身的課程 我們每年 每隔年 就有一個比較大型的師資培訓班 就將那些 我們福衛班的老師 就送去西昌那裏 配分的是由哪個組織呢 就是由香港大學 一個社工系的陳麗雲教授 清華大學 北京清華大學 有一個梵教授 還有理工學院 也有一位教授 他們帶他們的一班研究生 去設計一個培訓科程 所以有很多比較新的觀念 還有比較正確的教育理想 怎樣去表達呢 即我們的福衛老師 其實是很幸運的 那些不受薪的 那些不受薪的 那些職員 那些老師 老師受薪 老師是教育局的系統 是的 即是他們就是 政府給薪水 政府給薪水 即是你們要配合 譬如說 給他們衣服穿 給錢 他們買文房書寶 文房用具 那些學生 我們就要負責他們的 起居飲食 是的 還有我們需要一些生活管理員 去看他們課學之後 生活的照顧 和課外活動 做功課 是的 那你們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其實 我想遇到最大的困難 就是 需求很多 這樣的孤兒 人數很多 我們只能夠 盡我們的 有限的能力之內 是的 幫到多少就多少 但是 這樣下來 其實我們都說 已經有幾千人 幾千的孤兒受惠 連同獎作學金的話 受惠的人已經超過一萬人 那不驚不覺 由最初一百多人 對到現在 過萬人 過萬人 其實你們進去的山區都很辛苦 據我所知的路也不平 是的 那你們去三天都很辛苦 不止三天 你們住在哪裡 沒有摩登酒店 給你們住 沒有 當然沒有 你們住在什麼地方 都叫做美酒店 但是對於我們來說 對於我們來說 有時沒有 一星兩星 沒有水 沒有電 隨時有 我們試過有一次 晚上突然間 有一個卡拉OK房 去送一送 誰知道 唱兩場 全個酒店沒有電 也很多時候沒有熱水 那一種經驗 那是冬還是熱 是夏天 那邊的空 天天是怎樣 高原氣候 那裡有三千米高 很冷 冷得早 三千米很高 對 如果不適應的時候 幾分鐘會暈倒 曾經有一些助學者 試過他不夠樣子 或者頭痛 大多數都OK 因為他不至於四千 那類必定頭痛 空氣很好 景色非常漂亮 但冷得早 亂得遲 如果四月 就像加拿大一樣 四月還在下雪 十月又可能下雪 但是他們沒有暖氣 沒有的 都挺冷的 所以我們就提供棉皮給他們 其實棉皮的提供 都不是福慧的錢 都是一些好心人 另外再給的 好 現在我們休息 稍後回來 我們繼續再談 一個令你明白更多 本地華裔社區之內 不同組織及機構節目 社區聊天室 主持人Lenna 各位聽眾 我們又回來了 Lenna在面前 有福慧教育基金會的理事Emily 是跟他們說說關於他們 福慧基金會 現在是一個教育基金來的 是他已經由一百六十幾人開始 現在到過萬人是受惠的 而且是向張一個 是真的不是很文明的地方 是有過萬人 是能夠知道我們文明的地方是怎樣 還有給教育他們 希望他們可以自立的 那現在我們說一下 我就想說 譬如移族 當地的居民的生活情況是怎樣的呢 義族是一個很快樂的民族 而且色彩很繽紛 我看他們有些衣服 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 就好像是那些女生 一出生 媽媽就跟他們逢製一套 讓他們結婚用的 是嗎 是呀 他們的衣服是花很多時間 色彩很漂亮的 但他們又不懂衛生條件 要給她一隻漂亮的衣服 穿都是沒有用的 有時候想想想 是嗎 這件事我也沒有深入研究 不過是一個問題 你一出生就已經 但你不教她擦牙洗臉 自己本身的衛生 那件漂亮的衣服 你每逢時使節 當然會穿那件漂亮的衣服 出來跳舞 其實他們平時的衣服 不是那麼漂亮的 那套衣服是留在結婚用的 是的 但是如果我們平時在山頭 看到那些流浪的貧桶 你看到又那麼難得那麼難 那些鞋破得好像皺布 骯髒到不得了 實在是他們夠不夠吃的呢 他們吃很簡單 因為那裏經濟作物只有薯仔 還有麥 蕎麥 還有粟米 如果你去他的家 你看到人人的家 所謂的家 其實就是一些 用泥搭的很破的屋 屋頂就是用草蓋著 人人的家都有一大堆薯仔 整個冬天就是吃那些 那他們平時做什麼 他們夠不夠拿出去賣 你以為賺錢 會不會有這樣的事 他們有市集的 會拿出去賣 但每人的入息 那大家家會不會都敢中的 你有我又有 是 想大家一起窮 是嗎 那他們穿衣服的布 去哪裡買呢 他們有市集的 有人會拿去山區賣給他們 他們可能用些薯仔 用些豬九牛羊 是呀 交換 他們都是很原始的 他們的生活相當原始 其實如果說回歷史 他們以前是用奴隸社會 直接去到1956年的時候 中國政府去那裏解放 是呀 是呀 那直接由奴隸社會 就跳了下去一個 一個現在的所謂 改革開放社會 是呀 那中間是沒有一個文化上的過渡 是 那他們變了 就是 早上起床就是 耕田 耕中 等收成 食 是啊 大多數都是這樣的 那 那實在真的沒有什麼特別 有什麼生機 會有什麼進步 沒有啊 在山區裏面是這樣 如果你住在大山裏面 就是沒有希望的 那些人是想不想出去的呢 想的 走出大山是他們一個很大的願望 但是呢 你要有教育才有條件走出去 當然 但是他們 譬如說 你們去到他們會接待你們 其實他們怎樣接待你們 我們都知道 哦 那院政府呢 也是很文明的 就是我剛剛說的 就是真的 是嗎 當地的居民呢 譬如我 我的孫子說 你帶我孫子去讀書了 我很開心 我想請你吃飯 那他們給你什麼 是否又是薯仔 是啊 薯仔 如果他有雞蛋給你 已經是他很珍貴的東西 我們試過去家房 那個爺爺 為了表示感激 你肯帶我孫子出山去上學 那他把家最珍貴的什麼呢 就是兩隻雞蛋 煮了給你吃 哦 那豈不是吃得下嗎 哈哈 但是你可以知道他們多渴望這個機會 那也是 我聽說那時候 甚至那時候會殺羊 那些是大事大節 或者是結婚之類 還要是比較有錢的 可以早一點 是嗎 好像衛生條件也是很差的 是啊 那些羊在地上斬斬完 斬斬完 斬了它 斬了它 這樣就要人分一點 哦 但是你們 你們吃不吃呢 就是你去到他們 你這樣請你吃 你們會不會說 都吃還是 我們就 就是屬於貴賓 因為我們在地上看到斬斬 通常是他們本身民間之間 親戚之間 我們也有時候 就是願政府請 或者教育局請 是的 而現在 福衛的program 已經是 州政府非常肯定 是的 政府已經毫無疑問了 你們去到 還是絕對歡迎你們去到 絕對歡迎 還有我們的模式 已經成為一個名牌 因為福衛模式 是教了很多學生 而且很有成效 學生質素很高 現在是怎樣的情況 現在有沒有畢業的學生 或者什麼 有沒有自己賺錢 已經可以獨立的呢 因為我們每年都有收新班 第一班收 即是說 十年前第一班收 現在已經入職業中學了很多 有些讀書讀得好 就會上了文法的中學 正常的高中 他們的目標都是入大學的 而我們 那要不要離開 現在離開的 要啊 就要去另一個大城市 是的 所以對於職業訓練學校 那班學生 我們現在手上有 正在供六百個 他們是離開了 他們自己的小縣城 很多去了西昌 去了匯里 那些是費用高很多 因為他們家裡不會有錢供他們 變成他們租地方 他們的生活開支 那你們資助到他們 怎樣才停止呢 我們希望資助到他們 畢業之後找到工作 嗯 即是找到工作做 畢業之後 即是說他整個教育的 那一部分 他是能夠完成到的 是的 譬如他出大城市的時候 當然有大城市的費用 是的 都是我們資助的 即是希望他們自己可以找到工作 是的 你有些不忍心 你初中畢業 其實真的沒有一己之長 現在已經是甚麼了 已經是有人是這樣的 是的 我們有些大學生 我們知了 他們已經畢業了 是 已經在做事 很多時候寫信回來給我們 表示很感謝 他們覺得福慧這一種 牧師助人的心 他們都會承繼下去 有些是回來做福慧義工 有些是捐錢給福慧 可能他們打工不是太多錢 可能他們說 我儲到二千元 我就捐給福慧 是的 人民幣 是的 講個心 是的 他們知道他們可以 有錢的時候 再繼續幫助 需要幫助 實在 應該這一方面 都會教育到他們 要不然他們不知道 是的 這一方面都會教育到他們 非常好 覺得很安慰 我想福慧義其中一種做法 是很特別 很獨有的 而又非常有效的 就是我們有個寫信組 我們每年大概有四千封信來往 和學生 我們鼓勵學生 將他們生活上 學習上的困難 開心也好 困難也好 和我們分享 我們有百個義工 專門和他們匯信 在德育方面的注重 我想這個是福慧比較多 有沒有機會出國留學 有一個出來 有一個來加拿大 是嗎 就是 如果他們可以 來到出國 可以 很少機會 但是 都有 成績好不好 他們那些 接受的程度 高不高 可以說 是的 福慧學生 其實在 當地的院來講 都是高材生 是嗎 譬如在布拖 布拖是全國重點貧困院 現在 我們的福慧學生 是布拖完 頭那一節 佔的比例很高 我們的女子班 在匯理 是匯理 全院計 頭那一節 讀什麼 很多都是福慧學生 是的 他們讀什麼多 譬如培養他們 譬如不讀大學 有一技之長 那男子做什麼多 女子又做什麼多 有些現在讀汽車修理 有些讀著酒店 有些讀著 這個師範 有一些在讀著醫務管理 是的 可以做一些 Neurysis system 是的 他們很開心 有些女子寫回來 她從來發夢 沒有猜過自己有機會 可以在醫院裏做事 那是她的夢想 嗯 非常之好 那現在學生 最大年紀的人 是多少歲 你知道嗎 最大嗎 我想是大學正在讀的 那些 即是20歲 20歲 是的 最小呢 最小現在收集 最小是6歲 7歲 7歲 那就是 承擔很大的 是的 不是一年過 而是繼續 你們一路供下去的時候 供到她讀完為止 是的 我們現在 是的 都覺得你們這個機構 實在是真的 很有愛心 可以幫到這麼多個 雖然是中國這麼多人 那你幫到十 一萬個 一萬幾二萬個 都是一個很小的數目 但是一萬幾二萬個 如果他們把你們的精神發揚光大 是的 就很有機會 可以有過百成千上萬的人 是的 希望 是的 休息一會 主持人 Lenna 各位聽眾 在這一節 我們在我面前仍然是有福慧基金 教育基金會的理事Emily 是跟我們解釋一下福慧教育基金會的 剛才說了很多關於福慧基金 是怎樣開始 怎樣做了很多這些事情 聽起來是非常感動的 其實 就是一個人 你幫一個人 將來可以幫到 這個人很可能幫到 成千上萬的人 所以你們的經費的來源 我想看一下 你每年需要多少錢 實在 現在每年是超過一千萬人民幣 一千萬人民幣 每年需要超過一千萬 都要百幾萬這道錢 要的 據我所知 你們的義工 每個都自己自費 出錢 100%自費 我知道你有些義工 是很有錢的義工也有的 是啊 我聽聽你們的關會長跟我說 有時候 她說 初初有些很有錢的太太 跟著她們去山區 去了解情況 所以 你們每年籌款 能否達到你們的目標 我們每年籌款 勉強 一年籌下一年 基本上有兩類籌款 有一類是一次性的 一次性有大有小的 大到可能 真的大有錢的 就給多些 少有錢的 可能 你少一點都無所謂 多多益善少少毛區 這些 很多時候是個人捐錢 或者是通過搞活動 你們搞什麼籌款活動 我們每年有福宴 福宴本身籌款 我記得福宴是一次的 是嗎 是 一年一次 我們今年6月20日 就搞完一次福宴 剛剛才做完 另外很多社區的朋友 會用歌唱 攝影 各種方法 不同形式 就像做第三者跟你籌款 有些受宴 我會把人家給他的禮金捐出來 什麼形式都有 是的 沒有規定多少錢 沒有 多多益善 是的 特別是那個生 你們註冊機 你有沒有收據呢 有的 有收據 所以就是 有收條 你可以做了善事 譬如你真的那年賺錢很多 是的 是嗎 幫助小孩 幫助小孩 不如你給政府 還是幫助小孩 幫助小孩 真的很窮困 是的 所以應該衡量一下 將錢捐出去 你又下退稅收條 又可以退稅 另外一類我們可以捐款的方法 就是我們有些叫做永久基金 嗯 永久基金就是定期捐款 endowment fund 是的 就是一筆過 放在那裡 然後用他的利息 用來不斷衍生 是 然後幫助小孩 是 我們也有幾種永久基金可以捐 是嗎 可以嗎 譬如說我現在有十萬元鬆動的錢 我就做了這個十萬元的endowment 是的 然後十萬元每年就是 不過現在利息很低 我們希望投資一套可以 因為我們也是交給一些很大型的投資公司來做 是嗎 可以將這些錢投資 一直投資 希望運到多些錢 是的 那些錢就是 變成永遠是生的 不是說捐了出去 用了就沒有了 是的 譬如你們 即是有一些長遠一點的底 可以墊 即是投資的人 即是投資的人 懂得怎樣把錢運用 賺錢 其實現在都做得不錯 是嗎 可以的 做得不錯 是的 但是你們仍然需要很多 義工 是嗎 是的 因為我們那個人數 學生要助學的人數比較多 是的 因為每年你們都要回去中國那裡 每一次你們回去 起碼都要用五千元一個人 那些是自費的 是的 自費 但是你們都要這班義工 要有每年要有 就算我不回兩次 我回一次 我都要用五千元拿出來 對嗎 是的 即是沒有人給錢 所以這些義工難不難找呢 實際上 都挺多的 特別是有一些比較接近退休 或者已經退休的 他們都希望回去對中國做學 有一些親自的了解 但是不容易的 因為你要去山區 是的 我聽說那輛吉普車 抖都抖到你 是的 你眉弄不得動 現在好少少 因為現在中國的道路開發得比較好 但仍然你進去村子 是這樣的 是這樣抖的 即是路很窄 有時會有山泥傾瀉 有洪水 有危險性 有時要推車 是的 就是我看到你們的周學 你們的十年的刊物 有很多關於你們 如何克服這些交通上的困難 我想主要的心 就是你看到這班小孩 又沒有書讀 又不懂得說話 骯髒到不得了 躲在山裡 就這樣種地 擔柴 到入學校 然後很健康化 成長 一路有文化 將來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嗯 即你想一想 都覺得值得 有意義的 是值得 是有意義的 即是 即是 我覺得 如果誰 要哪位朋友 心機旁邊的朋友 即是如果 我真的很想去做這些 這些事情 我又有這樣的精神 又有這樣的精力 又有這樣的錢 可以去幫忙 可以加入你們的義工 其實不需要錢 因為除了 你想親身進去 那你自己的工作 也要幾千元 你進去 但如果有其他方法 不需要錢幫福衛 我們平時搞一些活動 需要有人手去搞 我們的 活動那些 是的 我們的寫信組 有整百個 他們不一定 每個都需要回到中國 噢 但 都是很有意義的 即是 跟學生交流 做人的道理 學生很順利 你又跟他們回信 跟他們聯絡 我們也有 這個IT組 即是 很多電腦 很多資料 需要整理 有很多後勤的工作 是需要很多人去做的 是的 即是這裡的義工 這些有個會址 是的 我們有會址 另外香港也有個辦公室 現在有多少個辦公室 香港有辦公室 這裡有辦公室 是的 兩個辦公室 都是一些義工 他們做學者 他們自己借出來的 是 那有沒有香港人去參與這個活動 有 香港有很大團員在 是嗎 即是他們都會加入 即是就算你是加拿大的組織 我都一樣可以捐錢進來 可以 香港有香港獨立收善款 香港也是一個註冊的慈善團體 它跟 也是叫做福衛 是的 也是叫做福衛 其實是 一起合作的 是一家人 不過 為了方便 退水收據 方便實際日常的運作 所以 這邊有這邊的長處 香港有香港 接近四川的長處 互相一起做 就造成一個全面的福衛的工作 是的 那現在 將來有什麼大計 希望可以做得到 都是助學 是我們的重心 嗯 你想擴大一些 還是你想把這些人 繼續推向 再高級一點的教育 還是怎樣 兩方面都做 是的 兩方面都做 但多不多孤兒呢 多不多這些外資孤兒呢 實在現在 多 應該少一些 會不會 多 是吧 都仍然有的 其實呢 十年前已經有了 十年之內 還有很多這些 有的 如果你說河南的外資村 梁山的外資程度 是嚴重過河南的 是嗎 不過呢 因為比較敏感 在少數民族區 所以一直都蓋住 直到前年 還是大前年 當時溫家寶總理 他去梁山探訪 就正式把這個外資蓋住 不敢說出來 就揭開了出來 然後一隻大量國家資源 就會分去梁山這裡 去解決這個外資問題 貧窮問題 教育問題 這些小孩是沒有外資病的 是嗎 有些有 不過有我們不收 是 我們收的時候有一個條件 就是他一定是健康的 是健康的 是沒有外資病的 將來你才可以有機會去發揚光大 是吧 所以實在有些都是很可憐 很慘 是的 所以在這裡 我們盡我們所能 加拿大這裏 多倫多 我知道是有外資孤兒的一個機構 是幫他們的 明天我們要找他們上來 是 那我就想看 那我們跟你聯絡 是怎樣呢 怎樣聯絡你們呢 我們的office 你們的website呢 我們的website是 www.fuhuieducation.org 是fuhuieducation.org 或者你用中文輸入去福衛教育基金會 在網上google 都可以 都可以 有些資料都在那裏 是 什麼資料都有 是的 今天很多謝Emily上來告訴我 福衛基金 實在這個組織真的 令我聽到之後 我都覺得 是一個 真是 我們這麼幸福的時候 就應該要想一下 那些真是這麼貧困 或者這麼 就是需要幫助的人 那希望大家呢 能夠聽到之後呢 有錢就出錢 有力就出力 因為實在這個世界 很多人是需要幫助的 那多謝你 下次我們繼續 再跟你聊天 如果有機會的話 好啊 多謝你Nanny 謝謝拜拜 謝謝